大家好 这里是肉老师 今天在台州领海大排档最卷的一条街 不过我们没有去最有名的几家 而是随机进了一家不起眼 但是人也不少的店 大排档肯定就是各种平价的小海鲜了 有的鱼老板都只会用台州话来说 11点半左右 这里顾客倒不太点这些海鲜 而是吹圆 点食这些主食居多 看来也是本地夜班族的深夜食堂了 我们试了吹圆 之前比较多看到的是开口的 这里是收口的 简单理解就是糯米皮的肉包子 或者蒸的咸汤圆 腌肉的皮满口的肉汁香 领海的扁食更接近饺子 皮薄略有弹性 香菇萝卜雪菜肉馅的 应该是有提前炒过 有烧萝卜那种油香油香的萝卜味 吃完两个很顶的主食 来个桂花酒酿接接腻 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 小海鲜 炒腊螺肉眼可见的祸气 腊螺会比花螺更加脆嫩坦牙 相对于温州那次吃的白酌 苦味就没有了 这腊螺直接就能吃肉 不需要靠锡或者牙签去撩 其实是事先拿锤子 先把壳给敲掉 我在菜市上看他们就这么弄了 感觉这菜还是老淘鉴定器 像我们这种没经验的 要放嘴里了才分得清是壳还是肉 葱油银子 我好像误解了这边的葱油了 应该是在葱上蘸油而不是熬的葱油 话说回来这小橙子的品质真的绝 咬爆它的外衣 就好像小时候灌了水的气球一样 炸了我一嘴 流出的还是鲜甜的汁液 我们吃完这满满一盘没有一个有沙的 感受到的细节觉得更开心了 事后老板就很自信的说 他们的食材是有固定的供应商和宴货标准的 不过有沙的情况也是会有的 上次在荣村也看到猪脑 这次又见到就试的是红烧 放了点咸肉一起烧的 烧的是真的好 完美的火候把猪脑的嫩表达到了极致 腥味也根本吃不出 味道很简单 就是酱油烧菜的咸鲜味 但不妨碍它成为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猪脑 吃了不少 但总感觉有点意犹未尽 夹菜夹菜 雪憨 我仿佛已经看到潮汕小伙伴的弹幕了 你们肯定要说太熟了 新鲜程度依然没得说 肉很爽脆 雪寒这种东西还是要谨慎尝试 它的血腥气息 欣赏得来的就会觉得是鲜甜 吃不惯的就会吃不惯 这虾有人叫甲板虾 老板说叫土癞尿虾 那又比癞尿虾好不太多了 肉质就差点意思 比较松散 不过现在本身够甜够鲜 不知道我们广东那边有没有 好像没见过 最后两人买单盛会285 总的来说今天食物上的体验 不逊色于在胎州吃的几家 新荣记宇宙的餐厅 而且惊喜是超出新荣记的 点菜的时候 老板的自信热情让人安心 也建议大家出来旅游的时候 不仅要去新荣记这类名牌餐厅 有时候随性一点去一些 接地气的不知名小店 说不定能收获很多意外的惊喜 感谢你看到最后 这里是热情是迷肉老师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 确实有点热情是远方 下期见